新闻深喉咙 勇多深 画多深 校外教学参观画展 解说员带团七星讲解 但就在下一秒 蓝衣男童脚步踉呛 重心不稳 往名画方向扑了过去 方蛮动作再看一次 23号下午两点半 蓝衣男童右手拿着饮料边走边逛 结果踢到白色隔板 担心跌倒 双手往旁边用力一撑 5000万名画就这样破了一个大洞 一旁参观民众看傻了眼 男童也吓得不知所措 解说员一发现 立刻把男童带往主办单位柜台 保罗普尔波拉的真机有画作品 花已经有400多年历史 结果被一名男童一掌K重 出现一个拳头般大小的破洞 超过200公分的巨幅画作 花朵比人还要高 价值超过5000万元 手续撞到嘛 所以他就大概破了一个 大概像拳头大小的一个洞 目前初步鉴定的结果是可以修复到好 朝12岁男童毁损 主办单位也伤透脑筋 画作与民众之间有80公分距离 主办单位强调为了让民众近距离欣赏 所以没有用玻璃罩组隔 结果名画却因此破损一个大洞 强调真机画作防范工作却没有做到滴水不漏 未来会先向保险公司求偿 再由保险公司判断赔偿责任归属和金额 价值5000万元名画会在一个亮枪 也因此跃上国际版面 记者杨中盛张若宇台北报道